酒精的代謝其實會耗損很多的水 所以其實也沒有所謂的解酒湯 其實有些人甚至他不是喝湯 他吃一點東西 食物 他也覺得身體比較舒服 因為其實酒精的代謝 其實不只是水分 很多的電解質 其實也同時會耗損 所以如果你有些像甲梨酯 或美梨酯這種蔬菜湯 或蔬果汁 其實都會有一些幫助 但是我覺得還是見仁見智 也不要說因為我現在 面前有一碗熱的湯 我就可以拼命的喝酒 其實也不是 那其實講到酒 其實我之前就碰到一個案例 我覺得還蠻特別的 就是一個伯伯 因為我之前在醫院 做糖尿病衛教師 所以其實常常會遇到很多糖尿病友 那其實這個伯伯其實血糖 一開始來的時候控制不太好 可是後來跟他一些飲食 跟一些衛教之後 其實他遵許度蠻高的 所以其實後來他血糖 一直控制得還不錯 那其實他來了幾次之後 其實我們慢慢就越來越熟了 然後有一次就諮詢完之後 他就忽然拿著他的保溫杯 就放在我的桌上 我心裡想說 我是說伯伯很好 因為現在很多老人家 就喜歡隨手保溫杯 對 帶水這樣子隨時補充 其實對血糖的控制也有幫助 他就說 營養師你猜我這裡面是什麼 然後他這樣一問 我就知道一定不是水 然後我就說一定不是水 那你要不要承認這是什麼的 他說 其實我裡面 摻了高粱酒 高粱酒 他就說 因為他一致都有喝酒的習慣 但是因為他身體的狀況 所以家人朋友 甚至醫療人員 其實當然都不希望他喝酒 所以他就把他藏在 他的保溫瓶裡面 所以他喝起來就覺得 大家就覺得很理所當然這樣 然後我就說 那你為什麼忽然跟我講這個 他就說我是要跟你講 就是其實只要你飲食做得好 藥物搭配得好 生活做也好 你喝點酒 還是可以把血糖控制好 他還教你 對 他說如果你以後有遇到 想要喝酒的糖尿病友 你還是可以跟他分享 這個好的案例 我說我才不要 用烤 溫杯喝喝 真的 高粱真的是 我覺得酒類裡面 高粱是很好的酒 他再跟著宿醉最不舒服 就不會不舒服 最不會不舒服 我就說酒不是只是對血糖 其實他對身體其實 其實相對負擔是比較大 所以我也不會因為他這樣子的 分享來告訴大家 鼓勵大家多喝酒 只要你飲食 其實酒真的還是少喝 如果有糖尿病的話 其實都不太建議喝酒 不管你是啤酒或什麼 因為其實他真的會讓你血糖控制不好 所以遇過一個四十幾歲男性 他就說什麼 他的血糖肌壞掉了 然後就在那邊說 我的血糖肌顯示H1 我說hi 因為血糖肌只能顯示兩個人 H1 他其實他四十幾歲 可是他不知道 他就說我血糖肌是不是壞掉 然後我說 那你有沒有什麼不舒服 然後說他就覺得 就全身有點無力 嘴巴很乾這樣子 然後我後來問清楚之後 他還說 他最近這幾天 其實家裡的血糖肌 就是一直比較高 那因為就是過年期間 應酬又很多 然後他應該事業也做不小 可是他本身又有糖尿病 可是他說他以前都乖乖的吃血糖藥 打胰島素 那他最近這幾天 真的都控制不下來 所以才跑來掛急診 那檢查其實還好 他並沒有銅酸中毒 也沒有什麼滲透性的一些問題 可是其實老實說 酒精如果再加上血糖太高 你真的就是加倍脫水 喝酒也會脫水 血糖太高也會脫水 那所以我們後來就是幫助他 留在急診 打點滴 然後給他打胰島素 然後控制了差不多六七個小時 把他水分補了差不多兩千CC吧 那他後來就整個他說 我頭也不痛了 身體舒服很多 後來就給他回去 回去之前他就問了一句 醫生我以前 因為我最近就是 常常人家說什麼 喝蜂蜜水啊 可以解酒嘛 那就是也是結束應酬之後 他就是 應酬前解酒液 應酬後蜂蜜水 然後都兩三倍這樣子用 怎麼都沒有用 我說難怪你血糖會高啊 那他就說蜂蜜水沒有用 什麼最有用 我說 真的有你就是喝水嘛 要不然就是給時間啦 我們再看看下一個是 每次肌肉痠痛就吃松石劑 貼藥膏環節 槍槍 我覺得這沒有用的 沒有什麼要屁用 因為我本來就是 本身是超級大落枕 而且我落枕不是只落肩膀 我這邊有腫一塊 所以我上面一高一低 一高一低就算了我的背 整個背 整個正條 到這邊 你落枕可以落這樣子 對 我在告訴我 因為我那時候 讓我落到這樣的時候 我當然要求助啊 人家說你看你自己很嚴重 我都變成一高一低 就是一邊會腫下來 然後我會壓這邊 只有一根東西 真的一根這樣細細的 然後這樣 咳咳咳咳咳咳 他都會跟著咳咳咳咳 然後有時候那個落到是 整條背 因為我有練背肌 給你們看一下 還好 還好 那就是導致 導致就是說 我在練的時候 我沒辦法練 我只有這塊肌肉 整個就是已經 已經讓我 很不舒服是整片 所以我上 我可能起床的時候 喔 完了 我起來是要這樣喔 喝醉酒了吧 你又喝醉了吧 真的 因為你這邊整塊都是啊 整塊都這樣拉伸 你躺著戲都很好耶 我絕對說真的 那我 而且我知道 我連轉都不能轉 我這樣都不能轉 所以我那時候 我記得有一次 我們隔天要去那個海邊 我跟同朋友約好去海邊 放鬆 然後我整片都拉伸 整個頭也不能轉 然後呢 拉伸不去看醫生 去海邊放鬆 拉伸 真的是我跟你說 放心 我是說在海邊的時候 然後呢 我的朋友也是那個什麼 針灸啊 推拿師 他們就來幫我 幫我 幫我稍微這樣子緩解一下 但其實也是沒什麼用 然後呢 在那邊 你在海風一直吹 整個臉都殺 然後你站在那邊不能動這樣子 就一直站在那邊等 整條會卡在那 然後我放在那邊 然後又很冷啊 然後那個 那要拿個水喝 又炸一罐拿不起來 算了 我又弄開 嘴唇又倒了 所以我這樣真的很痛苦 那後來呢 我因為我這個長期 有這個狀況 所以呢 我就去電療 什麼針灸也是啊 電療八塊 然後呢那個電療 一次五十塊 十塊 那個就是要去那個布建坡 那旁邊都老人家 對...都老人家 老人家我又穿了 大家都五十塊 對...五十塊 五十塊 就六次啦 對... 對... 你奶奶 我媽常去 對... 然後那邊電 電是電 然後電完之後呢 他說六次再回來復健 他說這個要復健非常多次 然後還有樂敷 當然這些我都有試過 還有啊 我拿那個鞋靶 因為我曬得是痛 真的不爽 我就想說 到底有多痛 我拿那個水把打起來這樣 日敲 你是雞身是不是 對... 他把自己當雞童啦 對啊 因為我不知道什麼方法用 我已經完全沒有 然後人家聽說還有什麼 放血我都聽過 可是我都不知道有沒有用 那我還不敢試 但是電療啊 基本的鬆弛劑啊 然後或是人家 所以上面插一根針扎 去打什麼鬆弛劑 可是我怕太痛 但是那邊我都... 我都想去尋求幫助 因為我太常落枕了 然後導致 這邊會熟嗎 不知道是不是壓到 這邊有壓到神經 還什麼的 導致這邊怎麼會熟嗎 我真的是沒辦法 我就是讓他... 海風吹一吹啊 海風吹 海風吹另外一邊 但是我有... 就是海風吹的方法 是我會這樣子喔 拉背 我跟你們說 就是這樣子 拉背 拉筋 對...就是在... 對 這樣子 我跟你們看 拉筋 這樣拉 放鬆 你們這樣子放鬆 會讓背拉開 他說這個是... 這個是會對背部的肌肉 就是瑜伽的一些動作 對 比較放鬆 就拉筋啦 因為我們每天都要跳舞 跳啦啦隊 要上場應援 然後有一天 我睡覺起來的時候 我就發現 我的脖子好像不太能轉 然後我就還查一下 我想說 是我昨天跳舞 拉到自己嗎 我就想說 應該沒什麼事吧 所以我就拿家裡的一些 痠痛藥布開始貼 所以我一整天啊 還有練舞去球場的時候 我就很痛苦 因為我在應援 要跟大家... 就是等於是我媽媽 四面八方的跳舞 然後跟大家加油 但我有一邊都轉不過去 那因為這樣 我又很想趕快讓它好 所以我旁邊的啦啦隊友就說 我家裡的奶奶 又給她一個就是 家傳的那種藥布秘方 又是家傳的藥布秘方 就讓我回去貼 就敷那種藥膏 連敷了三四天 沒有效 越來越嚴重 而且到... 嚴重到我睡覺都不舒服 我根本幾乎睡不著 然後呢 就因為睡不著 氣色看起來也不好 我家裡就覺得是 我是被鬼壓床 然後我硬膀也發黑 然後就帶我去收筋 然後說... 然後那個收筋也說 你這個狀態不好 你這個就不會好 繞著你去收什麼心啊 結果整個搞了半天 都還是沒有好 真的很久都沒有好 最後真的還是去了 看了醫生之後 吃了一些那種 肌肉鬆弛的藥劑 然後跟讓自己比較放鬆鬆 才真的慢慢好 那所以我覺得就是 整個繞了一大圈之後 其實最快的方式還是去尋求好的 醫生的幫助是最好的 其實真的如果急性期的話 用肌肉鬆弛劑是會有幫助 是 它可以讓減緩疼痛 還有過度反射 造成一些很緊繃緊張的 這些狀況 可是很多人就是痛苦的當下 吃了這個藥 舒服之後 他們就... 然後就沒有去管那個原因 我想看到你 我想要看到你 我想要看到你 一或者他私底下是一個 難搞的廢物 不要哭啦 看到第二公斤 就是現在 脫脫就站在這裡 你腹勾公公的手走路正常嗎 假設我有媳婦的話 我是OK的 謝謝 小姐不吸地24小時不斷線 搶檔綜藝節目熱映中搜尋 東森娛樂台 別忘了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並按下小鈴鐺 看我們最新的影片 如果想要收看更精采的內容 記得選旁邊的影片喔